嗨 谢谢你收看好总监瞎谈 我是David 今天我要跟朋友们分享这个主题 是我最近其实我觉得随着就是疫情之后 那我们的我觉得现在台湾大选 然后美国大选事情一直在变 那我觉得感觉到现在的世界其实越变得越快 所以我常常在喝威士忌的时候 我就会想说其实这个威士忌好像是 在我们这个一直在变的这个人生当中 一个在mark 一个时间的一个东西 它会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记忆点 像苏格兰的这些品牌大使调酒师 他们其实就会讲到说在平常的日子里面 他们可能会喝就是也是一般的这种 可能十年十二年的这个酒款 可能以后老实说十年十二年的酒款 都会变成很奢侈 因为可能都变成是五年份的 说到了这一种就是在特别的日子 可能是说还是孩子结婚啦 毕业啦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会有一些威士忌他会特别记得 因为想到那瓶威士忌 就会去纪念那一段的时候 所以我今天想跟同学们分享三瓶 在我自己的威士忌生涯里面 我觉得这近年来蛮有意义的一个威士忌 有一题其实是蓝牧酒啦 我觉得在听我分享我的故事的时候 我也希望同学们也许也可以去想一下 你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哪一些威士忌在特别的时候 对你来讲是很独特的这样子 那第一瓶呢其实就是这个Cadden Head 就是Cadden Head他们在这个 这个我们都知道是云顶这个酒厂 他们的这个威士忌的这个 算是独立装品厂的品牌 那也是他们在那个 那个他们在坎贝尔镇他们自己的一个 就有一个商店在卖他们的酒这样子 那他们有一个系列叫做CREATION 就是创作 就是说他们自己去做调和威士忌 只是他们做调和威士忌的思维 跟一般我们喝调和威士忌 可能他一部分都是为了市场需求 为了要做出比较符合市场 大家喜欢的这种扑引价格 比较大量去做的产品 不过Cadden Head他们在做这个 这个调和威士忌呢 其实就是特别是 比较重视品质啦 风味啦跟稀有性 所以每一个都是限量的 然后呢那其他的价格老实说 以调和威士忌来讲也是不低啦 那这一瓶为什么特别对我来讲 有特别的意义是说 我其实第一次接触到这一瓶酒的时候 其实是在台南的这个威梦旅人 然后那个时候有一次跟朋友去 那我就喝了这个的单杯 那个时候我记得只剩下一点点 我倒了一杯 所以喝完之后就 哇它的味道怎么这么的creamy 它的香草味啊 怎么这么的甜 好像太飞糖 整个就非常的迷人这样 那后来我就想说 有一天要去买这瓶酒这样 那后来就发生什么事 疫情就发生了 那时候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在2021年的时候 疫情发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突然就 有一阵子 在5月2021年5月 我们都不能出门 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大家封锁在家里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就 我相信很多人也是一样 就开始想说开始网购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 为了要找这瓶酒 因为他真的不好找 我打了好多个酒砖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酒砖 他有在卖 那时候我就请他帮我寄过来 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都会想到 那个时候疫情的这一种生活 就是你突然本来 从可能每天这样很忙碌到 你突然就停下来 然后呢 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 就在家里 我那个时候其实 还买了一些 那个London Prime 我也很喜欢 还有那个 那个德国的这一种烟熏啤酒 那个时候喝了很多啤酒 所以我发现那时候 我真的这个人就变远了 那这瓶威士忌也在那个时候 就是也是买 那我觉得也是 有陪伴我度过疫情的时间 所以我想到这瓶威士忌 其实对我来讲 我想到COVID-19 想到疫情 那其实我后来 有一点不舍得喝 因为就觉得他剩下不多 就把它放着 也是想说 在特别的场合 再拿起来回忆他这样 那因为这瓶当初也是 刚好是Cardentier的175年纪念 所以他下面还有一块铜牌 纪念他的175年 我觉得可以闻到这一种 他其实就是可以闻到 虽然他是18年 不过 可以闻到那个老酒的味道 那 他们对他的定义也是说 他是有这一种就是 Light Creamy Vanilla 就是很轻 然后呢 轻飘 然后呢 很有奶味 这种香草的这种感觉 香草的这一种蛋糕 香草的这一种奶油的味道 其实我现在闻到蛮多 这一种在那种花香的味道 在后面那个橡木桶的味道 嗯 其实就是很风味很饱满 然后很甜很creamy 尤其尾韵啊 整个就是在后嘴巴 其实尾韵就好像开花一样 慢慢的那个很甜的那一种香气 就慢慢飘出来 一层一层这样的飘出来 很舒服的一个感觉 那尾韵很长18年 那我感觉它里面的这个酒桶的这个 对话 我喜欢 我喜欢 它的尾韵有一种 哦花香的这种很迷人 然后像香草的这种 冰淇淋的这种味道 很舒服 所以这个是这瓶 Carton Head 那接下来这一瓶那个 这一瓶我们都知道就是那个 在巴贝多斯那个很经典 这个Four Square Rum Distillery 大概可能五六年前啊 整个威士忌的市场开始 很疯狂的涨价的时候 有很多的一些同好 很多一些老套也开始喝蓝母酒 那这大家也看 因为会觉得说它也都是有 那个铜层 那个桶子的熟成 然后统层 然后呢 就是说去带给它风味 那他们的这个系列我觉得非常的好 就是说 是他们的单一桶的这一个 的这一种 抱歉它不是单一桶 它是单一调和蓝母酒 就是单一酒厂的调和蓝母酒 那它其实就是说 也算是说很惊奇的这种挑桶 那这个是第七代 它有一个它有不同的 就一直发下去这样 那这一款它是做 它是十年的这个 是波本桶加上干液桶 两种来调和的这样子 那它里面的这个蒸馏器 也有这个弧形 还有连续蒸馏器 那它是在 它是在这个2018年装品的 现在也好多年了 也放一阵子了 2018年 其实到现在已经放了六年 在这个瓶子里了 那它是56度酒精度 那为什么讲到这一瓶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从开始喝了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OB 就是那个Original Bottling 就是那个品牌自己装品的之后 我其实开始进去到比较是可能是IB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开始去接触 反而接触到的时候 开始接触到比较多的蓝母酒 那我觉得在我喝过的蓝母酒里面 因为这一瓶的风味是我觉得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我觉得那个波本桶加上感一桶 就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调和 所以在我的心中 这一款一直都是 我觉得是很Top的一款这个蓝母酒 所以我不舍得把它喝完 因为好像现在也找不太到 所以有的时候在特别的日子 我就回来倒一瓶 回来喝 它真的好甜 真的好像闻到枫叶糖浆 一些的这一种花香 那你可以就是我觉得它有这一种 波本桶本来很多的这一种蓝母酒 有这种很焦糖 还有这一种蜂蜜的味道之外 我觉得那个甘义桶 又给它额外的一个层次的这种 的这一种就是深度 然后还有这一种sophistication 让它觉得说更有层次感这样子 那不过整体来讲还是很甜很迷人的 好像在喝糖浆好甜 然后你喝下去之后都是甜的 然后后面才有这个木头的味道跑出来 好舒服 有一点点辣 那后面就是很长的 这个桶味的这一种橡木桶的感觉 绝对超过十年了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真的不是在讲说 我们就是看到上面标签上面的年份 风味喝下去之后 在我们的嘴巴里面 其实那个嘴巴真的会告诉你 那我也很喜欢有时候跟一些老陶们喝酒 像我上个礼拜有带大家去台南的那个猛南威士忌的这个小酒馆 那看到那个老板David 他其实在喝很多的威士忌 因为他喝很多老酒 所以他就会特别觉得说 现在有哪一款酒虽然是价格不错 不过他觉得喝到他就很物超所值 其实有这种观察的人 在我的心中都是老超 因为他不只是看价格或看上面写的 他自己在风味上他觉得 这个东西真的是超出它规格上面的这个价值 这款蓝木酒对我来讲就是 他不像是有的这一种 统成的巴贝多斯的这一种 那个蓝木酒比较funky 他其实就是很 还是很优扬 风味很饱满很标准 我觉得这瓶蓝木酒我真的好喜欢 那最后这一瓶布莱迪的这个蓝瓶 其实我觉得他在我的威士忌生涯 特别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故事 我相信同学们一定会马上想到 就是因为生命之水嘛 就是我们在两年前 因为就是把那一个 那个威士忌的纪录片 好美国好美国导演拍的威士忌录片 生命之水 把它算是引进来台湾做台湾的发行这样 那时候就跟布莱迪这个品牌 本来就很欣赏这个品牌 有更深意的这种互动这样 那在上一集我再讲到就是说 去那个猛南威士忌小酒馆 跟那个老板聊的时候也有讲到说 其实我之前做那一本纸本刊物 里面有介绍到威士忌 他选的也有这一瓶 所以布莱迪的这一瓶 就是说那个经典莱迪 他其实都是从他的蓝瓶子开始 Tiffany蓝的瓶子 一直都是一瓶要来搞怪 打破这个业界的规矩的一瓶 一瓶那个威士忌 那我也特别喜欢这个酒厂 不只是因为这个纪录片 在我的威士忌山芽 有特别的含义之外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我很喜欢这个威士忌酒厂 他们这一种就是做自己 然后不管业界是什么样子 那因为他们在做过做自己 他们也改变了业界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 就很坚持做基点 虽然说那个时候 威士忌产业慢慢的有在改变 只不过他们是很大声的 去宣传这些事情 第一个就是把酒精度做 不要只是40度 他们就是都是做50度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50度的风味 比较丰富 他们觉得比较饱满 那第二个部分 他们就是也是很去强调说 他们没有经过冷凝过滤 冷凝过滤 他们知道是为了要做品质保证 为了让它比较标准化 然后不会里面勒勒 去做一个特殊的一个过滤 那有的人会觉得说 虽然会比较稳定 比较不会让它里面 好像雾雾的 感觉好像是不是 那个酒坏掉了 让它就是都还是很透彻 那不过有的人也会觉得 你在过滤的时候 把一些风味也过滤掉了 所以他们就坚持 我们也不做冷凝的这个过滤 然后我们也做50度的高酒精度 那对有的酒厂来讲 50度可能是特别款 高酒精度款 对他们来讲就是标准款 所以因为这样的思维 他们其实也改变了这个 威斯基酒业的 产业的这个标准 那还有它的瓶子 整个品牌的设计 沟通 还有后来他们做了这个 就是也是那一种 很有ESG思维的 这个B型企业 成为第一个 苏格兰酒厂拿到 那个B型企业的 社会企业认证 一直希望说 艾雷岛可以变成是 绿能发电 不只是他们自己 而是整个岛 帮助所有的酒厂 来改变成绿能发电 所以有这样子 很有野心的一个酒厂 所以虽然他们 可能不是最大的酒厂 但我们知道 后来创业团队 把这个酒厂卖给了 人头马 现在就变成比较是大的 酒厂 不过人头马 毕竟还是一个家族企业 不是一个 比较不是像威斯基集团 这样子 还是能够保有 他自己的一些 一些个性 一些特色 因为这瓶酒很多代 从他自己 一开始 没有那么多的酒 后来用他自己的酒 那后来换他的 首席调酒师 所以也可以看到 就是他的一些 一些差别 我这瓶是哪一代的 我来看一下 哇 这瓶还是Jimmy Cuban的 就是 他们的那个 创办的时候的 这个首席调酒 是这个 威斯基的这个传奇人物 Jimmy Cuban的版本 这样子 很多人都说 其实他虽然是 没有泥梅味 不过 闻的时候都会觉得有泥梅味 不过就是说 他也是有蜂蜜的感觉 不过在蜂蜜里 后面有一些呢 一种 那个 蜂蜡的感觉 很有个性 可以闻到他的一股强烈的个性 在后面 平衡得很好 那虽然他是没有年份的酒 不过喝下去 也是有很长的尾韵 那个力道是在的 然后 风味就是 就是 也是比较偏波本 然后整个就很舒服 这样 跑出来 很多的这种风辣的这个味道 然后感觉就是他是一个 他足够的甜 会让你再喝第二口 那 他也足够的个性 会让你想要第二口 再去找出更多 他里面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含义 所以这一款的酒 好像也是在 我还没有接触威士忌的时候 就对他的瓶子 特别有兴趣 那没有想到 后来因为那个威士忌 纪录片 也让我跟这个酒长 我感觉这个品牌 更有更多的关联性 所以今天跟同 还有很多的故事 今天跟同好们分享 这三个 我的威士忌故事 不知道 有没有刚好哪一瓶 对你来讲也是有威士忌故事 麻烦也在下面的留言 跟我们分享 那我觉得威士忌他很棒 就是 他的生活里面 不只是每天喝 让我们每天就是好像可以放松 去放松一下 他其实也可以在 特别的时候 让我们想到 一个阶段 一个时候 一个时候发生的 在做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也是威士忌 很迷人的地方 谢谢同好们 看今天的这个好总监下谈 麻烦你还没有 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们就是 按赞 然后那个订阅 然后开小铃铛 那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这样子对我们的帮助还是很大 那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 拜